變數切割成好幾個區塊 那他都會有編號 編號從零開始 這個是零 這是一 這是二三四 所以是零一二三四 那底下也是一樣零 一二三四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 這邊的範圍複製起來好了 複製之後的話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一個記事本上面 然後把它貼上去 再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基本上 這個有點亂 就是第1本書 這一個 這個書名 這個檔 就是 對應到哪一個呢 對應到這個 所以第1個的話 我們把這個 五一三一這個圖檔 拖拉過去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 這個 內容裡面 所以 五三三一這個 拖拉過來 放開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就一本書 那如果把它置裝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游標放旁邊 那剛剛不是有新增一個類別 我的類別叫A 如果你有取別的名稱的話 你們就找一下 這個類別 點下去 他可以怎麼樣 可以重複使用的 可以重複使用的 所以你建一個類別之後 以後呢 就可以去 因為這個類別非常簡單 就自裝嘛 所以點下去 他就是這樣 幫你自裝了 OK 所以 那個類別自裝 Enter一下 把那個書名 打上去 那書名的名稱 就是這一本 教室叫做什麼 Enjoy的初學特訓班 那我在那個 前面用Java教Enjoy的App的時候 有用這一本書當教材 這本書算是已經夠簡單的 但是呢 還是很難 OK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 它裡面的字的顏色大小 我想自己再去設定一下 就完成的 第一階段 就是上面是新書 夜首是新書介紹 把圖放進來 把字放過來 那依此類推 第二個也是一樣 新書介紹 一張圖 一個說明 OK 所以有五個 請各位自行完成五個 那做完之後呢 再想想看 之前我們不是有做過嗎 有兩個按鈕 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可以做 不斷 一直巡覽的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